南北美食品片大会 对就才好 哇 很好吃 自从有了这个系列的策划 我工作时候的这个生活水平 小说程度简直是直线了 你看这个主题啥啊 南北美食品片大会 南北美食品片大会 对你猜一下是哪两个城市的 看是送分底 那这个一看就湖南菜啊 雷胶 萝卜干炒腊肉 酸辣鸡蒸 臭肉脯 臭肉脯还是冬瓜餐的臭肉脯最好吃 这不是才两个地方呢 南北方的美食挑战 咱们这个香菜明显就是南方菜 另外北京菜 这驴打滚 干炸丸子 打罐炒 这个罐炒呢 是要蘸着这个 蒜汁吃是最好吃 我当时在昌平校区的时候 排系的这个距离都是比较近的吧 所以呢 要一个人吃这道菜 那就所有人都一块吃这道菜 这是胶圈你看 不是 这个是乌兰的葱油粑粑 这也没吃过 很好吃 葱油粑粑是吧 还是这个 这应该是椰奶 什么样的店 爱乌 拿几个字 爱乌 爱乌 很好吃 但是我对甜的东西 没有很感兴趣 所以就还好 头发是很好的 你也好是吗 有啦 你尝尝这个病 是北京台名前级的老字号 是 真挺像的 这不是鸭子吗 是排骨啊 这是排骨啊 这是哪个部位 猫 这个是 这有点像 骨骨啊 但长度又不太对 这有点像肥肠对吧 这刚才挺 东西人在翻那个 点菜小票 肥肠 它切法是不一样的 竖起来 I like to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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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大阪 出门工作啊 有通道 我们每天乐器好不好 这里面的话呢 我强烈给大家推荐这个 肉饼 很有那种 像香河肉饼一样的香味 但我个人最喜欢的风味呢 我还是更喜欢 萝卜干炒辣肉 这个是离我家乡更近的 也是我平时 更多的选择 我记得我吃北京菜 吃这种炸罐肠 吃炉煮 吃的次数比较少 而且每次吃的时候 目的性非常强 因为 有时候在大学呢 会交作业吧 有时候交的是像 莎士比亚的戏剧 现在是外国戏剧 可能就去 出去吃西菜了 但是如果说 交的像 北京人啊 四十同堂 路的箱子 就要这样作业的时候呢 我就基本上那两天都会吃 北京的风味 就炭 炸罐肠 蘸这个 蒜汁 但我今天工作也不行 我 今天要吃了蒜汁 我下午一开口 就撂倒一大片老师 所以我就 还是只是推荐给大家 我自己就顾品尝了 大家可以推荐一下 哪里的美食好吃 我们如果凑巧 工作不过的话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去 我能感觉到啊 这个策划这样的主题 每次拍摄的时候呢 我是比较幸福的 但是旁边的老师是比较痛苦的 你要是坐在这里看我品尝 那这样 我们这一期就先 到这儿啊 预知后事如何 请您下回分别 我就先跟团队的老师们一起开发 好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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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